主刀肝切除手术有300例以上经验的台中龙肿肝脏移植团队成员黄寿森医师 基于对偏乡服务的热忱全家移民台东并主动到马街应征 2016年9月起加入台东马街一般外科行列 年轻的专业医师主动要求到台东服务已经令人振奋 黄医师还为台东预备更多 肿瘤一开始的治疗选项虽然开招是首选 但是可能局部的电烧或者是说动脉的酸塞等等 各种方式也是治疗的选择之一 只是说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经验来讲 还是手术切除的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当然我们优先是会建议手术治疗 但是如果碰到个人有不同的原因的时候 我们是可能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先控制一小段的时间 不过这个真的是存在风险 也有可能说他做完前面的那些治疗之后 后面变成无法手术的 潘先生于2月份接受黄医师的肝肿瘤 切除手术目前恢复情况良好 副院长白明忠特别送花恭喜他 并提醒大家做好健康检查 早期发现肝病变 早期治疗才能够恢复健康生活 柳瑞文采访摄影 咯一声 咯一声